游北季一花金马分属花联就业中心办理的 2023红兔大展行星向荣联合征财活动 上周末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执行 性超过500多人 投地履历约350多人 初步违和超过了5成 其中45岁以上的求职民众将近5成 又以节西爱美度假酒店 芙蓉饭店的职缺作为热门 游北季一花金马分属花联就业中心办理的 2023红兔大展行星向荣联合征财活动 上周末在花岗山中正体育馆举行 40多家在地厂商提供500多个职缺 起薪超过3万元以上就有132个职缺 现场吸引超过500多人到场 投地履历约350多人 初步违和超过5成 华林就位中心主任王春梅表示 此次参与联合现场征财活动民众 45岁以上近5成 超过4成是待业求职民众 尽量城市想转职 进一城市初次求职 真材职缺住宿及餐饮业占5成 接着是制造业占近2成 其中杰西爱美度假酒店 芙蓉饭店职缺又最为热门 这次与花林县府青年生涯探索号 合作设计花林样活动 提供各项桌游进行职牙盘点 为青年规划职牙梦想蓝图 现场还有宣导摊位 讲解各项措施方案 如中高龄职务再设计 事业者职业训练等协助计划 花林就业中心表示 厂商除了高阶职缺序具具备专才及经验 其他职缺只要求职者愿意学习 都会愿意提供机会 并鼓励尚未找到适合职缺的民众 可多多利用就业中心的资源 记者长包围 花林师报导